传习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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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 传习 传习法师 传习法师 经中说 传习法师 传习法师 然后回国 就是 像我们 知习法师 因为 阿弄习法师 在中国 太斗 太斗 七任会上 只要 只要 我们一起来 大光明 我们我们 世界在不在 介组成 过去的过去 作为我们 我们以佛 这个是弥行道 弥行道 怎么知道 常远的修行 不退退 所以说 我不是说 这些众生都听你说话 一朗为啥 那听到伐心一处 虚乐美业 年年百里虚乐 星星都在虚乐当中 所以刚才那一段就是我们师父85岁 就是往生的那一年 所以在往生前赞叹极乐世界 所以你们看到眼珠清澈像阿弥陀佛一样 干木澄清四大海 当时师父在跟我讲这些的时候 我是寒毛度一束一束的 感受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价值 师父在讲那一段的时候是限量的 诸大菩萨皆在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 仅现在说法 现在就在 像我们虽然是佛的弟子 但是我们这个智慧浅薄 法眼未开 也不知道释迦佛陀在何处 虽然寿记贤节第五尊 当来夏生弥勒佛 但是我们等等也等不住 要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 本师佛我们也见不到 夏生的佛我们也见不到 虽然是佛弟子 却见不到佛 请问可怜不可怜 但是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尽现在说法 如果到了极乐世界 请问还会不会受这个苦 不会来 就会永远地跟着佛陀 天天看到观世音菩萨 好不好呀 所以我们师父 以他老人家一生出家 七十多年的功德力 跟我们证明 那么我们再看看 我们师兄 静明法师 他是怎么赞叹 怎么赞叹净土法门的 他就用了佛陀给自己爸爸 肯定是最好的 所以他讲解了 佛陀为自己的父亲 静范王 所讲解的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我们也听听法师的赞叹 我劝大家念佛 人家经常会讲 古来祖师讲 文殊菩萨怎么劝大家念佛 普贤菩萨怎么劝大家念佛 廉词偶遗大师 印光大师 一般就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那我现在琢磨出 一个新的劝法 跟大家分享 一个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 劝父王念佛求生净土 释迦摩尼佛的父亲 静范大王 他这个活了九十三岁 这是一个非常高寿的一个人 所以他的父亲和母亲两个人 分别四线 一个长寿 一个短命 摩叶夫人大家知道 四十五岁往生 释迦摩尼佛出生七天 他就往生到了一天了 那么这个算四线一个生命无常之相 贵为皇后 活了四十五岁 无论从现代角度讲 古代角度讲 四十五岁不算长寿 但是他的父亲就四线一个长者神 九十三岁 那么释迦摩尼佛成道以后呢 他是报父恩回国醒亲 见到了父亲 经典当中呢 他是这样的 老爸称儿子呢 叫四尊 儿子称老爸呢 大王 一切都按这个规矩来 一个称爸爸叫大王 一个称他为四尊 那么这个靖范王 他就问佛 就是我应该修什么法门 那么佛就告诉父亲 修念佛法门 这个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后来释迦族很多人都跟靖范王一起 得生净土的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视线 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啊 从人之常情来讲 儿子做裁缝 一定要做几件最好的医父 孝敬父母 儿子做医生 一定会有最好的治疗方案 和最好的养生方案 贡献给父母 这都是人之常情 那么作为佛来讲 他是一个大孝的人 他以最无上的法门 来供养他的父亲 所以色方三世佛 阿弥陀第一啊 这个 绝对不能理解说 靖范王根性比较低略 只能念念佛 别的微妙法门 他不堪 不堪去承受 或者说他还修不了 只能念念佛 那你这就是真的叫 傍佛 傍佛的父亲了 只有等绝大事 才能视线成为佛的父亲 那不是说张三李氏 都能去做佛的父亲 佛的母亲的 像摩耶夫人啊 千佛之母啊 过去加色佛 未来米勒佛 都要摩耶夫人去视线做他的妈妈 人间没有第二个女人有这种福报 成为佛的母亲 所以他四十九岁走 千万不要认为说 佛的妈妈这么没福报啊 怎么四十五岁走啊 对他来讲任务完成了 如是重负 人望高处走 水望低处流 你要看他妈妈到哪里去 往生刀利天宗啊 到底刀利天的福报大 还是人间的五卓二四福报大 他在人间是在受苦啊 不是在享福啊 所以对他来讲四十五岁走 真的是用我们要拍手的 那当然 诸佛菩萨两面视线 他不让你找到任何诽谤的机会 所以妈妈视线四十五岁走 爸爸就视线九十三岁走 这是一个 那么我说 我们一定要相信 释迦摩尼佛向爸爸推荐的法门 一定是法门中最好的法门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 尊重念佛法门呢 怎么可以侵犯他呢 这是佛向父亲推荐的法门 所以佛陀不单单为他的亲生爸爸 敬泛王推荐念佛求愿往生极乐世界 也向他所有的释迦族人 加比罗为国的人 劝请他们念佛求愿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敬泛王 和释迦族七万多人 同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当时印度最大的一个国家 经济 政治 军事实力最强的 我且托国 他的王后 伟提西夫人 请佛宣说 无忧哪处 我们的生命应该寄居到什么地方啊 佛陀以神同力到王宫 为他宣说 观五量寿佛经 十六观经 也是伟提西夫人和五百侍女 同时见到阿弥陀佛 同时证得无声法人 所以说不管是敬泛王 还是王太后 在佛陀的时代 他们都以这样子的法门 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 《大吉乐章经》也说到 末法时钟 一亿人修行 喊一人得道 唯一净土法门 才是最契合恶事众生 素操生死 直至成佛的稳当修行道路 所以我们百丈大师说 修行以念佛为稳当 这也是出自于经典 《大吉乐章经》的 所以今天我们 净土法门 《佛说五量寿经》的第一课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净土法门 为什么要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原因 我们第一节课就讲这样一个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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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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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心皈依三宝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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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光 智慧光 无碍光 超日月光 清凉光 对净土 对极乐世界 佛陀耶稣 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了知 得到西方去 莲花朵朵开 花开无数亿 夜夜渐如来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悟命的方式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业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取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发生的适合 三 国立外习 故障 代沙ulo 台湾 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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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得的利益啊不能坚持 因为你无论念任何经 修任何忏悔法门 无论你信贤教和密教 第一个都要守三规 你念哪一部经 你修哪个秘法 都得要修三规 假使说你以后 没有相续 其他的经 其他的教法 没深入 就一个三规 就够你聊生死了 但你忘了就不行了 你能够 昼夜的相识 如果你到晚上 什么事情没有了 要睡觉了 在睡觉之前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 最少念十遍 就念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 那么早期 一睁开眼睛 第一个念头 想到是佛 法 身 三宝 归于法 归于身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 最少念十遍 那就从你受三规的这时间起 你相续不断地一生都这么适成 受此 那你就得度了 你为什么要受三规 受三规干什么 你就把佛法生三规 你就把佛法生三规 落实到你生活当中去 不是管念的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 归于佛 要一直依靠佛 把我们世间的事 人生的一些烦恼 都请佛给消失了 你归于佛就这个含义 但是你得学方法 六时候吧 六时候我们很多 学了佛了 不知道什么叫佛法 我说这话 可能大家感觉有矛盾啊 说学佛的人还不知道佛法 我所了解到的 所知道的 大家所问我这些问题 刚才说了两个 包括全部 都是不了解佛法 了解这些个问号没有 什么叫佛法呢 佛是印度化 不是中国化 没说全 给丢了很多 丢了一半吧 应该具足说佛陀业 佛陀业翻成我们华言的语言 什么含义呢 觉悟明白 就是觉明 就是佛陀业 那么现在就叫佛 把陀业给料了 怎么翻呢 不成一句话了 那八个佛就代表了中国化 但是它含义呢 是含着拖业呀 你把拖业加上 佛拖业才能翻到觉明 因此呢 佛就是觉悟明白 要代表佛明白觉悟 我们怎么能达到觉悟明白 学法呀 佛法就是觉悟明白的方法 你要学 你就能觉悟 你明白 所以受三规 就是觉悟明白的开始 不是受了三规 入了佛门了 就没有事了 事情还多呢 这仅仅是开始 生死是必然的啊 任何人都得死 他在死的时候 享用佛法 挽救他 这有两种原因 一种他本身 很信佛 这个就很好懂 一种他本身不信佛 那你花的力气就要大 花的力气就大 所以 以佛法开始给他 那你得对积 不对积效果没有 还有这个人 不是对一般人 说佛所说的法 是对任何人都使用 但是所以他法门很多 八万四千 但是你 因人死教 你对病人 不可以这么龙头说 说对一 对一切病人 给他说法 不见得有效果 你得了解他 了解这个病人的 生前情况 你给他说 那就效果就大一点 如果他是个医学家 他对病理 比你熟悉多 你给他讲病理 用不着 你讲佛法 讲他治疗不了的 好比乃症 现在有些个乃希腹 没办法消灭 那你给他讲 所以在 因何人 因何因 说什么法 那就对了 不是一切佛法 佛法是很包容 很广的了 这叫对极说法 病人 要死亡的时候 或者已经死亡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他生前习练什么 你给他说什么 不是拿一个方法 对待一切人 都去应要 不行的了 寒病得用寒药 热病得用热药 懂得这个道理了 佛的开死 佛法的开死 是因人而死的 要死别人 或者死亡 我们给他超度 超度亡灵 一般的说 现在放羊口啊 做做佛事啊 念念钥匙经啊 念念地藏经啊 念法和经能解决问题不 念华经能解决问题不 不是那个法 是执法那个人 念的那个人 念那个人 他修哪一法门 他以那个法门 帮助这个病人 效果就大 如果是这个病人 一律地给他念点药次经 一律地给他放好羊口 解决不到问题 给他种个上根吧 就是给他赔佛福 只能做到这些个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